講到大陸來的智慧型手機 你可能會先想到小米 但其實酷派這個品牌 在全中國大陸市占率高級第三 而同樣也是主打低價高規格 年輕人最愛拿手機看影片 還是兩兩餅肩來個自拍 超過五寸大螢幕 不止三星宏達電 大陸品牌酷派手機到台灣 想鎖定年輕人的心 因為世界LTE的時代來臨 我們傳輸的都是高品質的影像 5.5寸應該是手機的極大尺寸了 更高的解析度 更高的畫質 才能夠滿足於 下一次代LTE的手機 六款螢幕桌布 專為台灣人設計 就連包裝盒也精心打扮 外觀追求認同 因為酷派手機 在大陸市場名氣不小 只輸給三星 聯想 市占率超過10% 在台灣缺少知名度 往往讓人忽略優秀的性價比 屏幕用的就是郭台銘在日本的時代廠 所做的一金螢幕 林佩健幾乎是台灣主要的 包括攝像頭 我是希望我們的大神系列 也能夠在 在三千多塊錢 四千塊錢的價位帶 然後提供到八盒的晶片 即將發表內搭台灣魂的新機種 在大陸被稱為是小米禁迪 實際拿已經在台灣發行的 5950T和小米3比一比 螢幕 晶片 畫素各有千秋 手機市場上更認為 酷派 聯想 中興 華為 組成的酷聯中華 將正面對決小米機 低價高規格戰 從大陸打到台灣 爭取不同市場的消費者認同 UdnTV五元席成員為羅正輝 台北報導